它債權是存在 債權能不能被給付 這個開始有困難 我們先講清盤令 回過來 什麼叫清盤令 就第一個法院要派出清算人 接管公司董事會 所以當清算人接管公司董事會的時候 他就開始清算有多少資產 有多少負債 那結算了以後 負債有沒有假的 資產有沒有假的 統統清完了以後 就開始決定要拍賣資產 拍賣資產 或者用什麼出售 溢價 不管 把資產清理了以後 多少錢來還給債權人 看要按比例 還是有優先順序 看當時的債權企業怎麼樣 但不可能所有的債權人 都可以獲得滿足水平的清場 所以回過頭來 在香港法院的海外債權人 他要完全拿回恒大的投資 是不可能的事情 比例上面可能拿回庫診 他比如說拿一半 那剩下一半他可以取得債權憑證 這債權憑證再跑到 上海的內地的法院裡面 去要求清查 那看內地清算跟內地的債權人 一起清算 清算以後還剩下多少錢 那最後還是一張債權憑證 除非你債權協議說好不好 我就拿回一半 那就不再計較了 這種情形有 但因為每一個清盤的方式不一樣 但是有困難不一定要清盤 有的時候是用債務重組 那債務重組的方式是比較不一樣 債務重組公司董事會沒有變動 但是會跟債權人講說 我欠你一百萬了 這樣好了啦 這個我機欠你的利息 我先還你多少 為了三年還你多少 那機欠你的債權 其中可不可以變成股票 或者是用股票還給你 一起公司經營 或者用可轉換公司在 你稍早給你利息 隔幾天你不開心可以換股票 享受我未來 這個債務重組 也有股票升值的利益 那要是股票沒有升值的話 那就抱歉啦 所以債務重組跟這個 清盤性質不一樣 清盤就是結束了以後 恒大這個公司就消失了 然後債務重組的話 頂多就是換管理階層而已 大概會有這種兩個不一樣 所以法院這個判決就是 恒大就是消失了 在香港消失 所以在香港消失 香港清完盤之後 如果你還跟他有債務關係的話 你接下來就要去內地 跟他打官司了 內地的法院會 直接認證香港法院的判決 他會承認香港法院的債務判決 那只是說你這個債權 在這個內地的債務裡面 優先順序有沒有不一樣 那就要看契約條款 那就由法院去決定 有內地的法院去決定 所以恒大在內地還活著 在香港已經死了 對 在香港已經死了 對 那這個恒大的這個清盤 清完了之後 是不是已經把這個中國大陸 房地產最麻煩的那塊處理掉了 這個拖很久了 歹戲拖棚了 也比較清理掉不清理掉 他整個是一步一步在處理中 那中國大陸現在好像開出了一個白名單 有14家房地產公司 已經被認定是要由政府出資 銀行出資來挹注 來挽救回來 我看到14家是哪幾家 給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真的要出手救房地產就對了 對 出資救房地產 第一個部分就給他信貸融資了 有萬科 綠城中國 美的置業 華語 碧桂園 農股集團 首開股份 中國海外發展 濱江集團 新希望地產 旭輝控股 金地集團 華任制地 中俊集團 華發股份 海城集團 遠良集團 金輝集團 保隆地產 大躍城集團 萬達集團 招商蛇口 建發地產 月秀地產 如果你們有買到了 我念到就你放心了 是第一支箭 就是 不管372727 你不用抵押 我直接借你錢 第一支箭 那披露的金額大概都在 有的100億 有的400億 有的200億 有的50億 一金額大小 看看 有的還沒披露 比最少的是 這個好像一個保能集團 他才給20億 這算是比較少的 有的給 有的給那個什麼 有的給 3000億 有 4000億 有 像綠能中國給4000億 所開股份給4600億的貸款 還有這是第一支箭 第二支箭叫債權融資 就是你拿債權來抵押 然後這個又更多了 好幾家 大部分這14家 所以大概應該可以度過 第三支箭就是股權投資 融資 你拿股票來抵押 那拿股票來抵押 大概是這10家 這幾家 我剛才唸完了 差不多了 唸榜單 已經公佈了 放榜的榜單 已經公佈了 對啊 所以只要名單上面 都安全的 我算過了 有上榜都安全 他有問題是40家而已 有問題是40家 救了14家 那有的感冒幹嘛救 你下那邊藥幹嘛 這個大概得新冠肺炎 你應該三萬打 這可能要下抗病毒藥 新冠也好 新冠也好 吃新冠也好 或者打BNT疫苗 現在已經打了 所以我是覺得 中國的地產危機 開始要結束了 開始要結束了 對啊 但是我不曉得處理最後結果怎麼樣 不知道啊 因為 會不會有藥物排斥 還是什麼 對 因為每一家的狀況 體質不太一樣 那當然是銀行去弄 有的銀行的醫生很好 有的銀行醫生實在是 很勇敢 所以要選對醫生 不要隨便亂看醫生 這沒辦法 因為治這種病 財務的病 真的只有銀行有辦法 銀行如果是夠專業的話 也可以治的好 那就怕找到什麼大夫 那就麻煩了 我們不能隨便講哪個大夫 因為現在蒙古國跟中國 關係不錯 那個大夫好 不過最近中國的這個經濟啊 好像就是說不能討論說 這個經濟不好這件事情 那甚至還有一些這個 GDP的數據 被抓包說 哎就是這樣 往下降你把它改寫成網上 那網上網路上據說說 中國經濟不好的文章 都被刪掉了 不至於啊 因為中國的經濟 我想 譬如說有很多日本人 我今天看到有一個朋友傳說 日本人說 哎呀中國經濟可能有造極啊 不可能有5.5% 不可能5.2% 然後那個日本記者會看 根本雙公的 他說房地產投資金額 現在已經沒有房地產投資 怎麼還可以 那個白目 如果照這個比例算 日本經濟是負5.0 5.0 他的數學算是的話 不是 因為很多 坦白講 我也不想講 就是很多人在電視上講經濟 我一看都知道 這個人經濟學沒有練通 因為房地產投資 算到GDP的比例是很小 為什麼 因為它最貴的就是土地 問題是土地 從我手上賣到你手上 是不會在房地產的投資裡面 是不出現的 GDP裡面是不會不計算這一塊 為什麼 土地一來一去 對整個國家經濟沒有影響 即使我因此轉過去你那邊 你價錢提高了 也沒有算在GDP裡面 因為它也不會變大一塊 就是這麼大塊 對 只有房子 新蓋的房子的部門才會算到GDP 我跟大家解釋 所以他講說 哎呀中國的GDP 房地產占的比重多少 我現在講 這會不會外行的人在講這個話 對不對 他講說你看中國的家電產品 你怎麼不講中國的汽車賣得很好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是外行人 GDP很難造假 只有財政素質容易造假 像希臘就是編造假的財政素質 去騙歐盟 那歐洲銀行 歐洲央行 那最後被抓包了 而且幫他編造假賬的叫做什麼 叫Goldman Sec 你看這個財務顧問是很壞 因為要借錢嘛 就要做假財務報表 那又沒有被查出來 可是GDP為什麼很難造呢 第一個你在出口 哎你賣到我這邊我總該 你怎麼造假 對不對 海關也許會有運費的差距 那差距都不大 因為我賣給你的 你怎麼造假 所以進出口這部分沒辦法造假 第二個政府預算是可以造假的 可是政府預算又什麼很難造假 因為它比重在整個GDP比例不會太大 除了像美國那阿薩布魯的國家 那負債那麼高了才有可 那這金額也不大 為什麼 它實際上開出去的支票 從很多地方都算得出來 那好了 那民間投資 財報裡面都看得到啊 所以這個大投資小投資 大家都很清楚 那最容易造假說 哎呀民間消費 民間消費更容易抓包 為什麼 你民間消費都有消費稅啊 一抓都出來啦 你收入稅金收多少 所以它是會有一個卡一個的 這種我們叫做 產什麼 這input output的這種表 這是所謂的 從這邊進 這邊投入這邊產出啊 每一關的表都可以算得出來 很容易抓 很容易抓 而且它規定的表格 都是要根據IMF的表格去填 所以你這邊造假 那邊跑出來 這全球通用的表格 不是 規定的 實際上是IMF的會員 以前大陸在編這個報表 是由他蘇聯自己一套啦 不然改革開放也有 就乖乖的全部遵照 IMF規定的標準去填 要造假很難 頂多說哎呀對不起 有預測錯誤 我校正回歸 大概頂多會這樣子而已 因為一開始 這個比如說12月31號 是一個會一個年度 那可能在最後幾天 我在算有些數字是用估計的 可是到了1月份你還可以估計 到2月份你就不能夠收估計啦 因為有些 就要校正回歸了 有些貨物是在載運當中 所以你到了第一個quarter 有時候會校正回歸 上一個年度 這是有可能的 你說告訴我說 你到第二個quarter 你還在假裝 那你沒辦法了 因為大家會互相check 來這個去 所以這個 你要講強化網路審查 不會啦 不需要啦 唱衰中國經濟的 你剛剛講就是說可能會有很多的謠言 或者是很多的錯誤的資訊 當然會啊 那當然如果是 不要講現在德州的什麼 內戰 這個 這個Google都出來 通通通給刪除掉 對 你不能助長他們繼續打 就大概這意思 那你這個 德州打內戰 不是中國人講 不是其他國家講 是你美國自己講的 美國CNN CNBC 每天晚上Headline Texas border crisis Savile war 對不對 你怪誰啊 好像看熱鬧看的那個 不過這個中國的製造業的P&I 連續四個月跌破50 那這個代表 這個全球的經濟沒有付諸嗎 因為中國的製造業 六成以上是出口的 所以六成以上是出口的 表示出口訂單不好 所以我採過的人力物料 就不可能跟以前一樣 所以採過經理他會覺得 哎呀 可能 跟上個月比較差一點 所以會跌破50 這沒什麼了不起啊 台灣已經連四塊跌破40 好幾個月都不吭聲 跌破40 因為台灣的外銷產業 連續12個月都掛附 看起來大企業還好 對啦 中小微企業 很多譬如義烏 賣到歐洲去 就沒辦法 這個看天吃飯 看歐吃飯 看美吃飯對不對 市場的問題 對 市場的問題 好 那這個中國的基準 國債收益率 是因為預期說 接下來要比較寬鬆 所以就先往下走 我在你節目一直呼籲啊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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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降息 要鬆綁對不對 你看 20年低點 不夠讚 要50年 是吧 我不曉得 我沒有統計50年 對 因為基準國債收益率 就是一個利率的指標 跟銀行貸款都連動在一起了 只是因為國債的計算方法 我們稱作eo rate 直接翻譯成收益率 其實就是一種利率 為了要區隔跟票面利率 因為國債會有票面利率 可是實際上買賣 國債價格波動 所以變成固定利率 底下的收益就會因此而變動 那跌到20年低一點 再跌 降息速度要比美國快 對啊 不是 美國怎麼升息 就怎麼降息 就照他那個方法 對對對 不斷的降息 現在還降的還不夠啦 不夠 不夠激烈 深圳指示是1萬1嘛對不對 1萬2今天嗎 不是吧 這不是今天的